还有什么事 你这种种老人 乐啥呀 变乐 我跟你说 我说话你们别叉眼 好呗 谢谢 有种人什么都不剩了 就剩我是你长辈 但是还是要管 所以到底是为了插手而插手 还是为了儿子的幸福而插手 我想在台上看得一清二楚了 好 我来再问一下 据说你还这个调查过李莉是吧 雕塔 这怎么是雕塔的 那是我儿子 塔要搞的对象 我不必须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你要知道那是你儿子 你想让你儿子快乐 我想跟您说一句话 真的阿姨 真的今天我想和您说一句话 您该放手的时候 您能放手吗 他不小了 我俩都各自都有过一次婚姻 我俩知道有个事该怎么做好吗 他再不小 他再不小也是我儿子 来诚啊 你别坐着不说话呀 现在就是一个妈妈一个老婆 一个女朋友 我想听你说说这事 第一 妈妈觉得他不正经 你觉得他正经吗 如果说他不正经的话 我俩不会走到一起 妈妈听着啊 妈妈听好了 因为现在我和母亲背后也说过 现代的年轻人 都是挺开放的 而且像李丽她的这个工作 我也知道 外交面 社交面挺广的 我可以理解 但是有些时候 母亲看到了 背后跟我也提过 跟我提 我说 背后我说李丽 我让他有些地方改改 你的眼光是开放 开放的 你媳妇给人家狗肩打背的 上面是喝酒的 你腿开放的不是呢 我们这个社会 他没有这事 男女都不说话 您那个社会 是什么社会啊 这解放六十多年了 你待解放也不能男女 他在跟你搞对象呢 他不跟别人搞对象 他合着您的意思 我和你儿子搞对 大门不说 大门不买 也不需要挣钱 没让您八个块钱 我觉得更没有指望了 好 这个是这个 钱的事您说说吧 为什么要让他来 打个欠条 或者付这八万块钱啊 他如果要是新我儿子 都得给我 换这八万块钱贷款 如果不换 那是连门都没有 他为什么要帮你 还这八万块钱贷款 因为他将来要进 我们这个家门啊 这是入会的会费 现在 现在 阿姨我问您一句话 您 我希望您别活在自己 逼世的这个世界里边 您走出门 就您的左邻右 是哪个儿子娶媳妇 哪个儿子是露宿街头的 有吗 对 我也没叫你露宿街头去啊 你们结了婚以后 跟我一块住啊 不可能 我哪句话叫你 别投去了 这李莉 花八万块钱 还要跟您在一块住 要我 我也不愿意啊 你不愿意 你不愿意 你不愿意获改 我有那儿子 必须得跟我 他那儿子是这样 他活在自己世界 谁说都没有什么用 是 阿姨 你觉得哈 你儿子条件好吗 我儿子条件好 好 倒是有意啊 推傻呀 老实 也不推老实 不会说话 哎 叫他这花言巧语 把我儿子 哄得团团转的 哎 这位也不听我的话来 处处听塔的呀 把这卡也给他了 把钱都给他了 干以后将来我指谁呀 哎 你再跟他一块过去 我死无了 你都知道吧 我臭招去谁管呢 你说什么了 不可能没人管你啊 你黑黑黑黑黑黑 停停 对了吧 妈妈在这儿 我说说 我说不谈了 白先生 你坐在这儿 我现在的感觉 我自己有点无语 你不能无语 我一直都在左右为难 左右为难 因为每次都是和你劝你 哄你 然后再回去哄他 劝他 嗯 我来问一下 那个白纯的妈妈啊 阿姨您好 您好 您好 那个您那个房子啊 是登记在谁的名下呀 名下呀 那贷款也是您跟银行贷的吧 对呀 那为什么让他还 理由是什么 我跟你说呀 我要是不让他还 将来以后他贷 给你跑了咋办呢 呃 从法律上来讲啊 那个是您自己的债务 李丽没有义务 给你还这个钱 但是他进我这个门 他都得给我还这个钱 咱就谈谈他进你家 没一件事行吗 行啊 您说您很传统 咱们中华民族也有这传统 人家娶媳妇 都是给彩礼 这姑娘 彩礼彩礼一分钱没有 还要倒贴八万块钱 嫁给你 嫁给你儿子 人家欠呢 他还没洗我们家呢 好不好 他到结婚的时候 谈你 撑他不要 他还没进你们家呢 这个先背八万块钱的债 这是到哪说 李家 这是结婚以后 必须得给我的 对不起 人家可以选择 不跟你儿子结婚 而且我相信 您这个条件 没有任何一家姑娘 愿意嫁给你儿子 怎么你们还赶着几婚 这么说啊 因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白诚啊 你一直用你妈妈很传统这件事情 要你的另一半 那个李莉 体谅你的处境 因为你说你左右为难 可是其实虽然左右为难 可是你很清楚 谁比较能沟通 那个人叫李莉 是这样 然后你对于那八万块钱 你也觉得不合理 对 所以你说 要李莉跟着你一起敷衍她 是 就是写一张让妈妈满意 但是钱你来还 是这样子吗 是的 我觉得情感上李莉可以支持你 但是你如果要李莉 为了支持你 写下了 亲笔写下了这么一个欠条 这是非常不合理的 所以你已经在勉强李莉了 那回过头来你自己的条件如何 我们就是妈妈把你看的比天还要高 可是事实上你要的只是一个小小平静的生活 对吧 对 就是如果你们想继续过这样的生活 你是有义务 起来捍卫李莉的 今天在你们生活中随便一起花的钱 到了你妈妈口里都变成直恶不赦的时候 我觉得这问题是很大的 所以这功课落到你身上 只有你才能解决这问题 如果你不能解决 事实上你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挽留李莉 我必须要让你知道这一点 能解决吗 白先生 能解决 怎么解决 八十块钱 欠条也好 欠真也好 不要 不要了 不要了 这意思你好 因为我想要属于自己 真正属于我的心 这意思不要这八万块钱要他 不要 要他是吧 但是您放心 您永远是我的梦 你要他 大家好 我是格格 想要每天收到这样的精彩视频吗 微信搜索格格554 并关注格格爆料 每天为你播放独家劲爆视频 让你一次看个够 赶快搜索微信号格格554 逗你开心逗你乐 尽在格格爆料 赶快来关注吧 妈妈的 妈妈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